上节课我们已经做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按空格键可以进入到游戏的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任何 比如说是可选的菜单在这里面 因此美观我们再把我们这个分数的也导一下 得分对吧 一看显然就很大 这个我们要稍微缩小一点 缩小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尺寸 就把它放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计分的排 然后呢 这个可能也要稍微缩小一点 像是图片 但是我们先不管 先将就用着 也就是说我们这节课要做的效果就是 当我点击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图片的时候 就相当于摘到一个点一个向日葵来种植就可以种到这里 我们先不管这个分数是否有没有 我们先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我一点到它我鼠标一开的时候 这个小花就在跟着我鼠标一起走 这个怎么来实现呢 好我们继续看看 首先我们这个小花一开始是不能出现了 相当于是隐藏一样的 对吧 游戏界面只有这两个 稍微把它移动一下 好 角色我们都已经捣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 用到一个 这个当我们点了这个小花 就有一个向日葵一直跟着我们的鼠标 这个怎么来做呢 这个在之前我们学习的基础模块我们已经用到了 这里有个 我们先把向日葵显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给向日葵加一个脚本就是 让这个向日葵一直跟着我的鼠标走 这么一个基础动作 因为待会我们会用到这个东西 好 让它一直跟着鼠标走 别说我一点 对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效果 就是可以拖动它来种植 这就是我们要种 向日葵的时候 的一个效果 我们已经制作出 跟鼠标移动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学习 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 当我在这里种 种完之后呢 这里就有一个向日葵 比如说我再种在这里 就有一颗向日葵 就是有很多颗向日葵 在这里面 这个怎么做呢 其实也用到很基础的一个 图章功能 首先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图章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我拿个图章出来 当我选中的是向日葵角色 我点击一下图章 这个时候 我来移动这个向日葵 你就发现 其实它已经给你 种出一颗来了 就像一个印章一样 它已经打一个印在这里了 图章其实就是一个印章的效果 就像我们在文件上 只需要一个图章 就可以在 粘上墨 可以在不同的文件上打印出来 印出来 好 比如说我再点 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又可以出来了 对吧 所以图章的功能就是 不断的复制出 克隆出新的东西出来 好 如果你想清空 一点 这个清空 所有的复制出来的 就已经被清掉了 好 有了解了这两个基础功能之后 我们来 接下来进行 详细的制作 首先 我们的动作是 先点一下这里 这个时候就可以拖出一个 就鼠标上就会有一个向日葵跟着 然后在这里种 种完之后呢 鼠标移动的时候 鼠标上是没有那个向日葵在跟随了 对吧 然后 再点到别的地方又可以继续种植 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要回顾一下 就是广播 当我们点击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广播 广播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顾名思义就像学校里面 上课铃声响了 大家都听得到 然后马上回到学习 回到教室 这就是一个广播机制 好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广播是属于事件机制 直接模块 比如说 当接收到什么广播 或者是发起一个什么样的广播 比如说 我们这里创建一个叫上课了 上课铃响 上课铃响了 然后呢 假如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看作 上课铃响 上课铃响 敲起了 然后 这是相当于一个人 学生或者老师 他都会接收到这个消息 然后呢 他这个时候 他会 接收上课铃响 接收到这么一个消息的话 通知的话 他就会 比如说 我们会 假设 给他说了一句话 Hello 上课了 比如说是这样 这个时候我来点击一下上课铃响 可以看到 这个模块他就显示一个Hello 上课了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一个模块 这两个模块是配合起来使用的 当你发出一个广播 你希望 接收到广播的时候 做什么样一个处理 当然这里是对对他自己而言 好 为了更好的理解 这个通知事件 我们 来更仔细的做一个例子 我们假设 像日葵收到通知之后 他会 平滑 这里我已经编写有脚本 对吧 他在一秒钟内 比如说我单独执行这个模块 他会在一秒钟之内 平滑到 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 如果他接收到通知 同时 在这里我们 就把他自己的通知删掉 这里暂时不需要了 对吧 因为他希望的是 这个模块 我们也先不管 就是 也就是说 当你点击这个模块的时候 像日葵 就 往前走 他收到通知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处理 点击是否在这个上面点击这个事情 我们比如直接单击一下 上课铃响 广播上课铃响了 对吧 然后呢 接收到上课铃响的时候 他就会做这么一个动作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对吧 听到上课铃响 然后就往这里跑了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就已经 可以充分的理解 广播机制是怎么使用的了 他可以使用很多个角色 也就是说 这个角色也可以监听 这个角色也可以监听 也就是说很多角色都可以监听 就像 在操场上很多学生都可以同时听到铃声 但是 每个人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好 这节课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继续来完成这个小游戏 我们来进一步的完善他 好 下节课 再见